欢迎您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台北市有一家免菜餐厅 店内的食材都是老板亲自严格把关 光是挑选瞎子就远赴问来 去参观工厂确保品质 这个女老板她是一位云南媳妇 她利用云南特有的豆豉跟桥头等酱菜好滋味 找来了川菜师傅来下厨 让道地的滇缅风味还融合了创新的川菜料理 每一道都非常下饭 万子千红花丛中隐身相动的古色古香餐厅 典雅中带着浓浓中国风 吸引着涛客不断回流造访 餐厅老板特别找来川菜师傅 融合川菜料理的祸器 让云南风味更加多元 热好油锅把切好的鸡丁放入锅内 大火烹煮之下两三分钟鸡丁炸到外酥内嫩 地料油脂在热锅中加入这一瓢瓢昂地底的佐料 然后用蚝油增添咸味 稍微拌炒后再把鸡丁放回锅内和佐料一起搅拌 红色佐料让鸡丁色泽更加亮丽 放入葱花点缀 提升香气 这道桥头鸡丁起锅摆盘 看起来神似宫宝鸡丁 但就是靠这一味长得像蒜头的桥头 让鸡丁有了独特风味 自五月五六月那个时候 大量桥头在出产的时候 就要买件大量的桥头 然后你就把那个须根剪掉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以后呢 你大概晒一下让它脱水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是用那个米醋 然后加糖跟辣椒 然后把它拌匀了以后 再把这个桥头呢去拌一拌 然后装灌 然后再把那些汤汁呢再淋上去 一样也让它就是浸泡发酵这样子 然后呢大概差不多十天吧 你就有那个酸酸甜甜 那个独特的味道就出来了 接下来师傅要用云南豆豉 这个家常滋味 让五花肉飘散浓浓辛香 首先将五花肉拉油去汁 在等五花肉沥干油分的同时 师傅准备把云南豆豉下锅 或者蒜片和辣椒一起爆香 提升云南豆豉香气 干炒一会儿放入五花肉 加上蚝油和蒜苗 清脆鲜绿的盘中酸 大大挑动食欲 当然这道菜最画龙点睛之处 就是云南豆豉 这豆豉讲求自然发酵 温度对了 食度对了 麒菌长得好 也要一两个礼拜才能做成 只是做工相当反复 就连云南媳妇张仁星也没有学到婆婆的绝活 它其实就是黄豆 然后加一些香料还有麒菌 然后它发酵 在这发酵过程当中 它的味道是非常的不好闻的 可是发酵成功以后 然后你把它做菜 加一点点油去煎它 那又完全不一样 而且吃起来真的会让人家觉得食指大动 然后吃了会怀念的味道 汤啊 这一股肉的汤啊 再一口来 拿出中药卤包 捞出牛肋条 这一锅加入葱 姜 八角等食材的卤牛肉 得卤上一个半小时才能软烂入味 说到提味 店家舍弃味精 靠的是天然海盐 因为我们一般的白盐都有添加的嘛 我们这个海盐就是纯自然的 很天然的 吃起来比较有那个养生啊 相较于桥头和豆豉 这道酸笋焖牛肉显得清淡许多 加入笋丝和葱花 放入砂锅就可以端上桌 不错 牛肉用料很好 对 然后又不会是特别用很重的口味 去加深你的影响 那现在在外面吃口味都太重了 所以来这边反而是比较好吃 它吃起来很软嫩 然后炖得也很入味 然后很清爽 足球清淡养生 看起来像中国菜 但舌尖上尝出来的却又有不一样的风味 无非是因为这外层油油亮亮 内馅饱满扎实 甜而不腻 齿佳流伤的云南味破酥包 一般比较廉价可能都是白啊 白的有点不太自然 比较好像像那种无法练习的 对对对对 不做作 那用料也蛮实在的 云南媳妇张仁兴入门后 就看着婆婆在中立中正新村 开着云南小吃店卖颠免菜 15年前他决定北上开餐馆 砸下了500万装潢餐厅 让家人很不谅解 但曾经在外商工作的他 因为有不能输的压力 因此一开始创业就设定目标 要做一家百年老店 我觉得开一家餐厅就是要一次到位嘛 很多东西就是很多的细节 你必须要花心思去琢磨 那你如果要把经营的时间很长 你才值得投资 你如果不快 你把想着说 我半年一年若不好就收了 其实很多投资 你就会沾前顾后 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 我一定要成功 所以就设定100年 所以前面5年就是扎根 我用这样的心态去做 心态调整好 食安严格把关 要找天然海水饲养的虾子 张仁星就远赴问来的工厂参观 确保食材没有人工添加物 每一个细节都要精准到位 努力朝百年老店迈进